噢 冷凍溫度喔 好 正常 噢 好 可以 好 我們今天打的是 高端 它就是一支一支的 一支一支的 就不用再抽就對了 就0.5cc 好 一支一支的 刀裝得非常的精緻 欸 你不要到時候跟我說 擦的沒清楚 以後再爬出來再噢 好 OK 齁 就這樣子就好了 0.5cc蠻少的 不用揉 0.5cc還真蠻少的 多喝水 記得多喝水喔 首先我要講說 今天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 能夠輪到我打疫苗 那基隆的疫苗施打 在這一次高端疫苗 是分散到 零里間的 我們的這個醫療院所去施打 所以事實上打起來非常的方便 你不用到特別的一個 集中場所去施打 那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我想 大家都知道說 疫苗的研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上上次 如果各位在前幾天 大家媒體討論的 非常熱烈的 關於阿富汗的事情 大家就會說 自己的國家要自己救 同樣道理 我覺得自己有生產 國產疫苗的這件事情來講 我覺得我們大家 可以來支持 國產疫苗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都不吃 國產疫苗的話 那我們如何講到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呢 那所以我今天很高興 有這個機會 來這邊打國產疫苗 那事實上 早上有許多 包括總統很多人都打過了 那目前大家打完之後 都回到工作上會上 也都非常的順利 那我想 我也應該一樣 跟大家一樣 那我要說一下 這個不是我打國產疫苗 我的家人 我太太其實也要打高端疫苗 事實上 就當我們的表率 然後按照規矩 非常的規矩 那打完第一劑的 那個高端疫苗 那我們高端疫苗 在政策上面就是說 一定會有第二劑 保證第二劑讓你打到 那兩劑打完之後 它的效價非常的好 那也從Data上面看出來 有相當足夠的防護力 我想這是一個很聰明的一個 很正確的一個選擇